剛剛講到說 這個朋友他記得這個心肌梗塞 他印象中就是人家一直喊 一二三甩 一二三甩 甩不上去 你不要去讀過那個狀況有沒有 其實我也遇過 而且我遇到的狀況 可能更嚴重一些 因為我遇到的那個患者 是他已經歐卡 就是心跳停止 對 那我們要一邊幫他CPR 要一邊把他移動到樓下去 而那個患者 我目測他可能有一百五十公斤左右 對 那那裡又是一個老舊的公寓 是 沒有電梯 樓梯又很窄 是 然後很窄的樓梯 所以我們那時候出勤兩個人 我們看說這樣子真的沒辦法 我們就先幫他壓CPR 然後一邊叫支援 要叫同仁過來一起幫忙辦 對 然後真的 其實說真的 就算我們有來了四五個人到現場 樓梯斬 對 我們也不解僱 對 也不知道怎麼施力 把他移動下去 對 就是這是也遇過這種事情 後來那個呢 後來其實我們送到醫院去 那就我所知其實並沒有救回來 對 並沒有救回來 對 是 是 選怎樣 很重要 對 那請教文安兄 是 以前都會叫醫生來什麼 虎頭峰 百步爪 對 好 現在要叫誰 還是叫你們嗎 沒有 現在早期是什麼都要會 包括救你 還有這個搜尋散難 就是包山包海 對啊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分成救護義消 然後打火義消 特收義消 然後宣導的 宣導的這一塊 第一個是什麼義消 那個救護 救護 對 比方說這個人心肌梗塞 你們要去救 我們現在如果家裡 發生爪是要叫誰 現在有一個叫捕風抓蛇 捕風抓蛇 對 誰在補 他已經規管不是在消防的業務 他屬於農業局 所以如果我們住新北市 我們叫新北市農業局 沒有 那個也是義消去接這個業務 在義消在農業局服務 對 那個就是打119嗎 他有很多 各縣市不一樣 一樣可以打119 然後會轉給就是捕風抓蛇的 然後就會到現場 那個盤開得比較好 那趕快泡有酒的不行 不行 洞保法應該會被罰的 那個 老實說古早時代 有這個 老學長有這個習慣 抓到風就泡風久了 抓到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就是按照洞保法 你該去野放的 該怎麼樣 就保育大概這樣 是喔 沒有這個好理喔 所以抓蛇跟虎頭蜂 就是摘蜂窩 蛇不可以打死 對 現在都不行 沒中心就疑死了 你沒辦法 死了沒辦法 死了 就死了沒辦法 從現在就 法律比較嚴格 對 比較嚴格 死了也不行 今晚就 不行 你有沒有看過跳樓的 有 會不會很難 對 確實 腦漿都出來了 對 你都不會怕 剛接觸都 隔天都 就是那畫面都會在 酒就 哪裡了 就習慣了這樣 然後我要講的是 加入衣銷真的是可以 讓你接觸這個人生無常 當你看到火災的時候 這個辛苦創業的老闆也好 一生就沒有 那種跪在地上的 還是說瞬間生命就沒有 所以這個二十二年當中 現在對事情看法 就是比較隨意而安 這是我覺得平安 平安就是福這樣 所以是對人生的一種誤 對 感謝